今早的AT国股推介是银鱼27号 简选原因是内地高考期结束 加上临近端午节和暑假等热门出行的季节 豪赌股有望跑出 仿澳旅客持续上升 刺激澳门赌业股 澳门的赌收明显是复苏 月赌收创了2020年1月以来的最高 豪赌股留意有新项目即将落成的银鱼 银鱼今年下半年有望录得更快的增长 主要是受惠于行业复苏和新项目的推出 其中银河国际会议中心和银河众艺馆 第三期项目已经在第一季事业 另外根据集团的报告 来佛市酒店和澳门安达市酒店 将在今年稍后的时间开幕 佳时将会增加1,150间客房 令集团客房的总数增加至将近6,000间 同时集团也积极推进澳门银河第四期项目 走势方面 银鱼近日升穿4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可以厚51元附近去吸纳 目标先看56元区 跌穿近日的低位47.5就适宜减辞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银鱼今年预料会扭亏为盈赚78亿 明年再多赚68%至131亿 我们 stretch 明年再多赚 蒙ai 您 记得 感谢观看